哈啰 大家好 我是阿圆 哇 我刚刚看了我的频道的上一部影片 竟然是10月28号 十个月前耶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频道有史以来 最久没有更新影片的一次啊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其实还蛮长 呃 就是一阵时间没有更新影片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是我 有史以来最久没有更新影片的一次 没错 回来了 其实之前为什么没有更新影片 我觉得要简单的跟大家交代一下 因为前阵子的三个月里面 我都在忙着筹备 呃 新公司 新品牌的东西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是我最需要全身关注 focus在里面去创立这个东西的时候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其实就很少拍影片 因为没有那个多余的时间 去构思影片的题材啊 然后要剪接啊 然后blablabla 然后所以就很久没有拍影片了 可是 现在一切的东西都已经 安顿下来了 所以没错 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 我还收到蛮多一些 你们的inbox 来就是来吹梗 就是吹我快点更新影片 然后有些人希望我的vlog可以记录一些 我在创品牌啊 然后在公司做一些东西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片段 然后来跟你们分享分享一下 所以我决定 接下来 因为接下来其实我的生活 会越来越忙 然后也会越来越多东西记录 会越来越精彩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叻 我还是会跟以往一样 会以vlog的形式来记录我的一些生活碎片 给大家看看我的生活 呃在做一些什么啊 然后在经历一些什么啊 然后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的一些心得啊 一些心情啊之类的 其实我蛮android这样子的感觉 只是因为之前实在是真的太忙了 然后有些时候比如说 跟伙伴他们开会的时候 我也不可能好像在这样子 手拿着相机这样子 我觉得也是不是很妥当啦 所以就没有人帮我抓相机拍 然后接下来我就有跟Cherry沟通了 就是一些我不方便拍的时候叻 我就会叫他帮我掌机 帮我拍 帮我记录一些画面这样子 然后其实几个月前有蛮多 对我来讲是人生中蛮宝贵的一些片段 可是都很可惜有没有记录到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 新品牌的发布会的那个 launching event 就是当晚 我没有搞launching event嘛 可是没有记录下来 因为当天我需要忙着去招呼那一些嘉宾 然后Cherry也是要跟我一起去招呼那一些嘉宾 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帮我拍影片 所以非常的可惜 当晚的一个宝贵的回忆没有被记录到 唉 遗憾 OK今天同时也是带Cherry回家乡的一天 然后你已经过去没有回家了 上一次回应该是去年 9月 9月咩 9月到现在 去年9月到现在 现在已经2月 唉 现在已经3月了 所以原本是新年会有回去的 是 可是因为我们在新年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都中COVID 对 然后 就 OK 刚刚讲到一半 因为刚才电梯团结有人进来 刚刚我们讲到哪里了 讲到 OK 原本是新年的时候 要带Cherry回Kampong的 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两个人 在初六的时候都中COVID 然后就不能够回去 然后就隔离到现在 3月头 才有那个机会带Cherry回家 所以我们现在就 马上安排一个时间 因为最近的工作也比较没有 就像前阵子这样紧 就像我刚刚说讲咯 前阵子我们两个人的时间 都很紧很忙 所以现在总算是 一切暂时都安顿下来 我们可以有个时间 回个家乡 见一下爸爸妈妈这样子 然后 这一趟其实 这一趟其实回去叻 我也是想要趁这个机会 跟Cherry的妈妈聊一聊 就是讲 其实我们今年 我们两个人是有打算 要在今年里面结婚 有了 你没有求婚我当然要这给你有没有 不用求婚的啦 你家定我啊 你没有求婚 不要叫 他讲我没有求婚 那不要叫 所以 对 我们两个人的计划是打算在今年内 就是2022年 有打算要在今年内结婚 然后 这一趟我回去 我就打算要跟Cherry的妈妈 当面聊一聊这个东西 但是也不算是那种正式的提琴啦 因为正式的提琴 其实是要 有一些 那个什么啊 有一些疑似 疑似 所以这一趟去只是 简单的聊一聊这样子 因为我很久没有跟他爸爸妈妈聊天 也几个月没有见面了 所以 这一趟回去就好好的 聊一聊天 然后其实这个想法叻 我已经是跟我妈妈讲了的 然后我妈妈是很开心 因为他很渴望想要报孙了 so 因为我年纪 我们年纪其实也是到了结婚的年龄了啦 所以 也要好好的计划一下这个东西 yes 没错 Let's go 开车回家吧 ok 刚刚我们就停在游站 然后就打一打风 然后打一打油 然后我们也顺便停在游站 做一做那个 Covid Test so 这个就是我跟Cherry的结果 是negative的 因为毕竟要回家嘛 然后家里面也有长备 所以为了安全期间 最好还是在咽多一次会比较好啦 因为虽然讲我们 是已经中过不久罢了 so 开始咽一咽会更加安心一点 ok 今天是回到Cherry家的隔一天 我们昨天见到啊 8点多 接近9点的时候才到 因为我们 3点 半 4点的时候才开车 然后回到这边8点多 接近9点 然后 现在就在吃着Cherry慢慢煮的 午餐 我们在Cherry生活了 几年的一段时间 就我们两个人出来通绪 几年的一段时间 然后也很少 吃到猪家饭 就是偶尔Cherry可以煮一下 有时候他很忙就没有时间煮 然后 现在终于可以回到家吃一下猪家饭 因为我们两个真的很久没有吃猪家饭 看这些猪家饭经典都会出现的一些菜色 有时候玩我们在Cherry生活啊 每天吃那种山珍海味啊 虽然是有点贵 可是都没有这种 简单的这种猪家饭来的更好吃 更加幸福 真的 有的是猪家饭的朋友啊 真的一定要珍惜你现在所吃的每一餐猪家饭 看这个人啊 化妆化了很久啊 还要不要来吃 那个饭都要凉了 好凉了 喂 OK 现在来到Cherry的家 附近这边的这个超市 我们现在来这个超市 是要买一些日产用品啊 回去给她的妈妈他们 所以也补一补货 yes 逛一逛看一看 Let's go 买Campia现在啊 买什么Campia 嗯 这边你熟悉啊 你从小来到大啊 没有啦 很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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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是有一点残旧 可是应游进游的感觉 应游进游 真的是应游进游的感觉 你要的基本上这边都可以找到 哈啰 今天又是隔一天 然后我现在在一间cafe 跟我的生意伙伴Terry Cole 生意伙伴 哈哈哈 哈啰哈哈哈 我们就出来吃个午餐 然后等下就要讨论一点公司啊 一些公司的东西 所以我就记录一下这个看起来 很美味的那些人吗 这个是炸鸡那些人吗 我预讨论他其实是一高的 然后他来是好像几个 popcorn 样子 更好啊 更方便我吃 我先吃了先 然后等下我会去到 Terry哥哥的studio 然后他的studio的装环是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就知道我再拍给你们看 OK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 Terry哥哥的workshop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环境呢 他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 meeting room 然后我刚刚就跟我的伙伴在这边开完一个小会 所以现在就给你们看看这边的环境 这边的环境真的是非常舒服 首先这边是一个 meeting room 然后他们有偶尔会开班 教学生画画啊这样子 这边的装环是走一些比较 木 比较木色系的感觉 Muji style Mating room 这边出来 这边是他们那些煮菜啊烘焙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他们其中一个学生的作品 画画 然后他们这边推setup studio拍摄啊有时候 Welcome to space bar Space bar above Space bar above Space bar above Yeah Founder Founder 三个股东 哇 他们在 meeting meeting 啊打手机打很多 meeting 哇这个环境真的是 看到吗这一块木头几家分 如果没有这个木头啊这边就少很多分 两个吗木头啊 两个吗木头啊 哈哈哈 然后下面那一层也是他们的 带你们去参观一下 哈哈哈 自己也是 自己来啊自己来啊 下面这一层呢他们就走比较少女 style 粉红色粉红色这样 然后他们这一层是要租给人家 做美容 这边是做online的卖衣服的 然后这一间是要租给人家做美容 OK 所以你看他们里面的setup是比较 for美容院的 可能做指甲啊做美容啊之类的 之类的 然后再下一层呢就是他们自己的cafe OK 就是刚才我们在吃东西那边 那个也是他们自己的cafe 所以简单来讲这边三层楼都是他们的 非常的舒服他们这边的环境 然后这个装修也不少钱啊 都是要百多钱这样子 OK guys 现在是凌晨的两点钟 然后为什么凌晨两点钟 我会拍vlog的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画面 想要记录下来 你们看我现在贴着 那个blings牙贴片 不好意思 OK 回归正题 因为我们刚刚就是有看那个画面 然后我们想要把它记录下来 这个画面就是Cherry爸爸 他现在 因为他爸爸是做小饭生意的 然后是卖鸡饭的 然后也卖了应该有超过20年的鸡饭 40多年的鸡饭 40多年的鸡饭 所以Cherry是被鸡饭养大的 严格来讲Cherry是被鸡饭当口养大的 然后就我们刚刚也看到他爸爸 现在两点钟就要起身 开始准备当口的一些工作 小饭的生活是不容易 早就要起来准备 就是我们都还没有准备睡觉的时间 还没有准备要睡觉的时间 还没有准备要睡觉的时间 要睡觉吗 骗人 然后睡觉 就是我们睡觉的时间 然后小饭他们就已经开始要起来做准备的工作 就是现在两点了 对 现在两点钟 两点时间 人家是在睡觉 可是我爸爸已经醒来 没有 我现在是睡觉 要准备睡觉了 yes 没错 所以我们就想说要把这个画面 记录下来 然后之后可以重看啊 这些画面 我去记录给你们看一下 来准备工作 准备要搬上车 这个要搬上车 这个要搬上车 是吗 我帮他搬呢 没有 爸爸讲在做 不要动 这个是 鸡饭的鸡 这个是 是云吞面的材料 嗯 我爸爸卖鸡饭的同时也卖鸡 yes 然后那个是烤鸡的炉 很大颗的炉 呃 做小饭 是会比较 比较 比较 酸 这个酸是很 很 干净 这个是 鸡饭 要用的米 所以每一天都会需要用到很多包米 然后这个是糖啊 还有这个是 包鸡饭的纸 叉烧的红色是烧的还是叉烧 叉烧还是叉烧 叉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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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拿出来了 叉烧 这是叉烧 这是哪叉烧啊 你以为是拿鸡出来 鸡在那边 等一下要烧鸡 那应该是 盐那个 叉烧酱 给它入味 给它入味 然后再 盐了一轮 再放进去 再烤 给它更加的入味 更加的美味 OK 所以我们就是 要把这个 珍贵的画面给 记录下来 因为毕竟 阿爸爸也有 一段年纪 然后 可能再做多 一两年 两三年 也是要退休的 因为其实我是第一次 看到阿爸爸 这个时间 开当 准备的工作的画面 然后刚好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也还没有睡 所以就想说 开 开镜头 然后记录一下这个片段 这样子啦 非常值得纪念的片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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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8 9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